5月23号星期二 欢迎你收看NUFX68财经集团为你呈现的 每日财经大小事 我是芷盈 那近期呢我们在节目上解读金融板块 或者是银行爆雷 大家都相对比较熟悉 那如今在大众目光以外的美国医疗领域呢 竟然也开始浮出了爆雷的迹象 那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600家 也大约是占了美国三成的乡村医院 都面临入不复出甚至是关闭的风险 虽然这些乡村医院可以通过赠款 地方税收或者是其他利润 获得一些财政支持 不过由于医院本身的财政储备就很低 遇上这两年美国高通胀和劳动力短缺的冲击 医院的损失呢如果持续扩大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直接关门 根据美国医疗质量与支付改革中心的报告显示 美国有646家医院由于健康计划支付的费用 不足以应付医疗服务的费用 因此医院正面对巨大的财务损失 美国超过半数的州报告 超过25%的乡村医院正面临关闭的风险 加上医院的财政储备本身就很低 估计也没有办法让这些医院支撑太久 而其中200多家医院已经处于关闭的边缘徘徊 伴随美国通胀居高不下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对医院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调查发现纽约地区的医院表示 他们必须在雇佣15500名员工才可以满足患者的需求 而且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相较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 还要严重三倍之多 最近纽约发生了30多年来的首次医生罢工 而发起者就是来自纽约Empers医院的住院医生 他们表示自己的收入竟然比曼塔顿西奈山的同行低了7000美元 工会代表律师杰克逊指出 目前医院向替补医生支付每小时100美元的报酬 然而这些住院医生只能获得每小时24美元的报酬 通过这次的罢工 Empers的住院医生希望从年薪6万8千美元提高至7万5千美元 也希望在深夜下班回家的时候能有更安全的保障 全球高通胀虽然今年起已经开始有了逐步降温的迹象 然而许多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由于相对不发达和脆弱 所以在宏观环境带来的压力趋势底下 原本就深陷通胀之苦的地方 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在通胀年率突破100%的情况底下 阿根廷央行周一宣布 即日起将会推出最大面额2000比锁的纸币 那事实上阿根廷所流通的纸钞当中 面值最高的就是1000 由于股价上涨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1000比锁的纸币购买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弱 因此阿根廷央行也希望透过使用更高面额的纸币 来疏解市面上现金流通所使用的不便 虽然2000比锁纸币的面额比原有最高的1000高了许多 但依然以许多经济学家和当地公民感到失望 因为他们所要求的面额是1万比锁的纸币 在以当局官方汇率计算 虽然2000比锁纸币价值大约8.5美元 但实际上根据常用的平行汇率 2000比锁纸币只价值大约4美元 那很显然 阿根廷货币管制与政府限制措施 已经导致了官方汇率被高估的情况 加上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阿根廷比锁已经累积贬值超过23% 而这种状况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 阿根廷于1992年推出了本币比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 不过21世纪以来 受2001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 以及阿根廷多次面临债务违约等因素影响 比锁就一直处于持续贬值的状态 直到2017年11月 阿根廷发行最大面值为1000比锁的纸币 不过当地媒体指出 当时1000比锁只购买一斤西红柿 从更深的层面去看 阿根廷货币快速贬值 不仅为当地交易的民众 企业以及银行带来后勤方面的麻烦 银行也被迫开辟新金库空间 以容纳更多供ATMG使用的货币 而阿根廷造币厂 由于无法满足央行的纸币发行需求 被迫在全球各地采购了大量钞票 根据阿根廷官方公布的数据 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率飙升了109% 是1991年阿根廷摆脱恶性通胀以来的最大涨幅 物价飞涨再加上创纪录的干旱 让大豆、小麦和玉米这些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下降 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总统大选来临以前 阿根廷经济就会被推入衰退边缘 而接受阿根廷央行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 未来12个月的通胀年率将会接近150% 面对复杂的通胀形势 阿根廷央行选择今年3月加息一次 4月加息两次 5月15号更是再宣布加息600个基点 将基损利率从91%上调到97% 这也已经是一个月之内两次大幅加息 尽管阿根廷政府准备在10月大选以前 宣布一系列措施与二指通胀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困扰阿根廷多年的经济结构问题 相信阿根廷未来的经济走势将十分堪忧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想获得更详细的资讯 大家可以下载FX68财经APP 阅读更多深入解析文章 当然今天视频内容所参考的文章 链接也会并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东西市场先机 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